这是种以国家名字命名的猫 叫缅甸猫 尽管它高居世界名猫排行榜的第三位 但却在自己的祖国消失了近百年的时间 一直很多缅甸人都不知道 这个高贵的品种曾经存在过 2008年 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 缅甸猫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缅甸英赖湖上的这两栋小屋 将是他们故乡的新家 当黄孝文决定实施缅甸猫重回祖国的项目后 为了确保这个种群能在缅甸繁衍发展 他就一直在寻找缅甸方面的合作伙伴 不久他结识了一位缅甸朋友 米苏 并将缅甸猫的故事讲给了米苏 我告诉你当我学习在英国 当我说我来自 Burma 人们说 Oh Burmese cats are very famous I do have a Burmese cat I used to have a Burmese cat but I have never seen one of them I didn't know that it is that special actually so Yeah It's a And actually not only me Many people in the country doesn't know about this 米苏在英莱湖 经营着一家度假酒店 尽管她曾对缅甸猫一无所知 但一经了解 她立刻对这个项目 投入了热情 My parents are from this region And also my grandparents They are Indy people from Indy Lake 在英莱湖长大的米苏 从小就受到过父母的训练 和良好的教育 12岁时 米苏被送去欧洲学习酒店管理 5年后回到家乡 在她年晚18岁时 父亲把这座名为 英莱公主的酒店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 如今 小客栈已经被米苏经营成了 英莱湖上一家著名的酒店 米苏以她对这个 保护项目的真挚热情 打动了做事严苛的黄孝文 同时 米苏的经济实力 也将能保证这个项目顺利实施 达伯和吉拜 带着四岁的女儿 拉梅勒 住在纺织村 一个矮小的旁屋里 吉拜是南纺织厂里的纺织工 达伯是英莱湖上的打鱼针 2012年的旱季 英莱湖上出奇的少鱼 几个月没有降水的补充 湖面下降得很厉害 许多地方泥土落陆 只要到了雨季 雨水丰沛的时候 横屋就会被湖水包围 家家户户出门 都要以船带步 2008年7月 黄孝文从家中繁育的19只缅甸猫中 挑选出了7只最好的猫 该是带来是两只工的 一只是英国的 一只是澳大利亚的公猫 英国跟澳大利亚的缅甸猫是最标准的 最接近原来的样子的了 两只公猫和五只母猫被分装在7只箱子里 有7个人专程护送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这7只标准的缅甸猫将肩负起在缅甸恢复种群的大人 米苏派出自己的法国籍丈夫全程参与了护送工作 而她自己已经在英来湖为这些猫的到来 做好了一切物质准备 你们都很厉害了 结束了 最后 莫无从 都在福岁 美娟估扬 英国人或贡猫和其体 和尖致中选拯送 那些都很重要了 我都很高兴 我在中国林医业从尼利亚的 和尼利亚的 我aria拯带 他们的尖匙 这是我的旅力 我一定要拯揚 无论是阴莱湖人所具有的特质 还是阴莱湖所展现的美好 让黄孝文相信他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和所有生活在水边的人们一样 阴莱湖地区的男人们最主要的行当也是出湖大鱼 但与众不同的是 他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驾驭小船 当地人都认为用脚划船速度快而耐久 并能腾出手来撒网抛插 一个人在船上作业可以行船捕鱼两个物 这个古老划船方法成为了阴莱湖上的独特景致 在达博的船上放着这样一个竹斗笠 这是当地一种特殊的捕鱼工具 斗笠没有底里面是松松的鱼网 当看到大鱼时 鱼夫并把斗笠插进水里放下鱼网把鱼圈住 这种方法只适合捕捉大鱼 小鱼都能从底部轻松逃脱 这也是为什么八百年来 这里虽然生活了世世代代的渔民 但因来湖水仍然清澈 鱼儿们仍然能够生生不息自由生活 米苏在自己酒店的边上专门建了两栋小小的独立棚屋 这两个水上屋将是七只回家的缅甸猫 在缅甸的第一个家 这也是黄孝文将缅甸猫回到缅甸的第一个家 安置在因来湖上的原因 因为在繁殖过程中 一定要保持这个品种的纯粹性 黄孝文不想在这个阶段出什么差错 刚刚到来的猫儿们 似乎对这里并不陌生 当天那些猫子一放出来就很高兴了 好像真的回到家一样 一放到他们新到的房子 到处跑 都不用怎么吸引环境 连着头一天就开始照配了到这里 猫儿们的表现让所有的人都很欣慰 人们知道随着这七只种猫的平安到达 随着他们的相亲相爱 不久就会有小猫降临了 那个公猫已经很高兴 好像真的回到家一样 已经就在这里照配了 我们都挺高兴 那很快之下几个月下来 就开始反省了小猫 我跟他们的祖父亲 我跟他们有很多教育 对文化、社会、社会、教育 对人们的思考 尤其是饭 因为我的祖母爱烹饪 他们有很简单的生命 直到我的父母离开 我们一起住他们 我建设的家庭 生活在阴安湖上的人们 不管贫穷还是富有 都能得到父辈们的言传身教 2012年3月 黄孝文再次来到缅甸英来湖 这时的猫儿们已经搬到了大房子里 米苏不仅为这些猫建了新家 还为他们配置了专职的饲养员和管理人员 从2008年到现在 猫儿们来到缅甸已经快四年了 他们的数量已经增加了许多 他们的生活安逸舒适 井然有序 而黄孝文这次到缅甸 不仅是来探望这些猫 他还为猫儿们请来了一位专家 维维维瓦是位育猫专家 2007年 黄孝文就是从她那里得到两只肿猫 维维瓦这次专门从澳大利亚赶来 就是要给予这里的养猫人一些专专业的指导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缅甸 我第一次看到猫儿 我必须说 猫儿们很美丽地看起来 再次 缅甸的自然 他们都很友善 维维瓦的肯定 让米苏和管理这些猫的King King都很欣慰 作为米苏的助手King King 不仅见证了当年那七只种猫的到来 四年来 它更是与这些猫朝夕相处 他最后宅出现掌桶的参加 母象最多的朋友 最好是讳定 2008年的爸爸 这些猫未经许多已ens cap 但是我觉得 Claudia 但是, unfortunately,他們死了超過10 cats 在2008-2012年 所以超過10 cats死了 所以現在我們只剩下47 cats 在英雷 當你有大多數的 cats 你必須要學習 你如何處理它 它並不一樣 像一個小狗在家 當你有多數的狗 你必須要考慮 所以我正在這裡 儘管威威娃遠在澳大利亞 但四年來 她始終關注著這些貓的成長 不斷給予著民宿和聽聽 許多專業上的指導 威威娃在貓的育種方面非常有研究 聽聽就是一直按照她的指示 管理這些貓的 如今在這裡生活的貓 除了母貓 就是這些被閹割的公貓 有兩隻被挑選出來的種公貓 依然生活在旁屋裡 為的就是不能讓貓兒們任意交配 為了讓這個種群能夠在緬甸落地生根 首先就要保證這個品種的優良基因 能夠順利傳遞下去 威威娃這次來就是要給予聽聽更科學嚴謹的指導 這隻母貓完全符合育種的標準 琴琴給她帶上了這個特殊的標誌 跟金琴琴跟金琴 我們會談談生育程 你必須要做這個 尤其是有幾個雞 你必須要有一個目標 你必須要設定自己的目標 你必須要設定自己的目標 健康狀況和發情程度都是要考慮的 而貓的提標特征也是重要的條件 這次威威娃計劃用咖啡色和灰色 兩種毛色的種母貓去獄種 緬甸貓最常見的顏色是咖啡色 其次是灰色 只有讓同樣顏色的貓交配 後代的毛色才能更純正 兩隻挑選出的小母貓 被威威娃和坑坑帶上了船 牠們要去的地方 就是當年緬甸貓到來的第一個家 新娘子們將在這裡 與牠們的郎君相會 也許是因為有陌生人到來 兩隻養在這裡的種公貓竟然躲了起來 如今這兩間水上的小棚屋 已經成為了緬甸貓專門的育種房 為了陪伴種公貓 這裡還養著幾隻緬甸貓 只不過牠們都被做了絕育手術 千呼萬喚 公貓就是不肯露面 天天只好用小母貓來引誘牠 幾分鐘後 這隻咖啡色的公貓 終於露出了半張臉 這次緬甸之行 黃孝文除了帶來威威娃 還帶來了助手小柯 小柯將會按照黃孝文的安排 用一個多月的時間 布置出一個關於緬甸貓的展示 這個展示 將會讓更多的人認識緬甸貓 了解它的歷史 了解它從消失到回歸的歷程 黃孝文把展示建在了紡織村裡 它的對面就是南的紡織廠 在獄種房裡 兩隻同為咖啡色的貓 終於見面了 作為這裡的雄性霸主 公貓很是從容淡定 牠強大的氣場 更是讓新來的母貓頗為恐懼 KING KING告訴我們 這隻公貓就是第一批到達緬甸的 兩隻種公貓中的一隻 在四年前的資料中 我們很快就識別出了牠 因為牠的左臉上有一齣印記 這齣印記讓我們不禁為牠 牠起了個很酷的綽號 刀疤 不久 小母貓找到了一個自認為安全的地方 歇息了下來 但牠的眼睛始終警惕地注視著刀疤的一舉一動 在兩隻貓相見後的幾個小時裡 我們發現刀疤的表現很特別 儘管牠款款而行 冰冰有理 但進進出出 上蹿下跳中 你依然能看到牠在極力掩飾的興奮和激動 你把牠們放進去 牠們的男人 反正在牠們玩得很難的 牠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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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睡在床 牠們先吃 牠們先吃 牠們先走 然後牠們 牠們的女人 牠們看著牠們 牠們看著牠們 牠們在牠們 牠們看著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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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GL 母猫显然不再那么紧张 在食物的诱惑下 她走出了房间 刀疤和她的伙伴紧随其后 密切注视着母猫的行动 在薇薇娃看来 刀疤此时对她的新娘 已经产生了浓厚兴趣 只是对方过于矜持 总要与刀疤保持着距离 击败在男的场子里 做仿之女工 拉丽勒从刚刚会走路时 就跟着母亲每天来到工厂 其他女工的孩子们也是如此 纺织村里的女人们就是这样在织鸡边长大 长大后在织鸡前劳作 这些古老的织鸡和传统的工艺 已经成为纺织村里的女人们 生命中最为重要的 二十天后 我们再次来到配种房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我们首先发现 这时的刀疤和母猫都有了变化 刀疤不再像母猫刚刚到达时那么急迫 甚至显得有些爱搭不理的 而这时的母猫已经全无了陌生和谨慎 看起来倒是有些焦虑了 曾经是刀疤 总装成不经意的样子 出现在母猫面前 主动示爱 可如今是母猫一反常态的 一步步离地跟在刀疤后面 我们无法知道 它们是否已经洞房花竹 也无法知道 刀疤是否在养精蓄锐 但能看出来 如今的局面似乎有些问题 担心它们繁衍后代的行动 进展不顺利 从威威娃那里 我们了解到 这只母猫将会在配种房里 待上六个月 听听会定期来检查 它是否怀孕 以以往的经验判断 威威娃认为 两只猫之间 磕磕碰碰的事会有的 但刀疤的后代早晚都会出现 四年来 刀疤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 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种公猫 如今在人们的努力下 生活在阴赖湖上的缅甸猫 已经从最早的七只 发展到了近五十只 作为一个种群 在缅甸生存下来 这个数量是足够了 听听接下来要做的事 让更多的人见到缅甸猫 了解缅甸猫 当听听带着两只缅甸猫 来到南的纺织场时 这里的大人孩子们 异常欣喜 如今缅甸猫已经顺利地 在阴赖湖落地生根 随着这个种群的稳步扩大 缅甸猫将会走进更多的缅甸人家 相信这些水上屋里长大的孩子们 在他们今后的人生里 一定会倍加珍爱 这些重回祖国的缅甸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